保通通 十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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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期货 民众期货 银马实价 大期 小期 我准备 十文账 那些MSCI配置 那你就会看 会是这样的 接着 今晚会是什么呢 今晚月结 美股反弹 那我们去看看数据好吗 刚才没有什么特别大数据 就是英国的数据 一会儿去看图表 23分钟之后 欧洲就会出CPI CPI现在预测11.6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再做得 保持住 还是会做得好 而令到欧洲央行 因为今年之后 它就没有买债了 那看看市场如何看欧洲 但是 大家清楚 意大利昨天的债购买得好 五星运动党 会再重新重组政府 对市场正面 令到美股出现反弹 不过 大家小心点 不是没经历过 是受到这个消息 转头又组不了党 那你就耍你了 不要受到消息影响 怎样去做呢 稍后会跟大家去说 看看今晚 例牌赛 Jolars Camp 没有特别的 因为市场都不炒 23万4 加拿大昨天通知了大家 特意画图给大家看 它不穿13050 基本上是抽不到的 结果回到1.28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房屋销售 油价 没有特别数据 因为今天是月底 明天就有财新的PMI 是中国的 回去看图表 先看看黄金 黄金保持在1300元楼上 它做得不错 希望可以再顶一顶 然后再冲穿 给时间冲穿13807元 大家要注意 在外汇期货 最关注的 月头第一个星期五 浪返Payroll 明天出 明天才重要的 在现在这种波动里面 究竟这条是否真正的趋势 我们就要看 暂时黄金 上回来是因为美元轻微压了下来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观察一下 但本身黄金做一个recover 甚至低位回升 也不出奇 因为早前我们都看过它 它只要守得住1285 它唯独是做得不好的 只要脚做得不好的 如果它做得好些 压下去80元 或者78元 打一打穿 然后咬腰上来 就更加漂亮的 现在也叫企好 如果这样说 不打穿上来 行不行 可以这样做 只不过不够完美 现在叫企好 看看明天出数据 可否进一步向上 暂时来说 看不到淡的 就是黄金 接着我去和大家看看银 你现在看到 好 等我一会儿 在这里卡住了我 弄得我很不舒服 好了 看看银 我们看到银 现在叫做反复抽升 但其实 其实维持在16.5 没有什么大的升幅 或者跌幅 现在的银 看看你如何交易 没什么交易就没有什么特别 好了 接着我们再继续 看看油价 昨天的油价一下抽上68.66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节目 我一直都说 希望它能守得住在66.8 它不止能守得住 它礼手就一下抽上去 你说是否要继续追长呢 希望可以 如果今天是周五 这样完成周线 是帥哥的 下周我们可以看好一点 但是未完成 在日线上 我们仍然要try bide on 都是要 在66.8必须要守住 而最终最终 一定要守得住65 现在条线 托到65.3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说的 希望在65.4开到 65元打靶 它都给不到你 给不到你 那没办法了 去到现在 我们仍然不可以看得它太淡 只不过我们可以预期 预期它是一个温柱 中间位大概是66.8 最低是65元 希望它可以弹上69元 甚至70元 整体上 沽就难沽 沽难沽 反而我到今天开始 昨天已经跟大家说 我们宁愿bide on deep 在低位买 OK 好了 那我们看看 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昨天一棍扑了下来 现在在做93.76 技术上 你说它是否已经 由升转了下跌 它真是咬了腰下来 但我都说过 浪回payroll之前 现在这种走势 我不可以完全确认 更何况 幅图这样回调 有些太可恶 有些怪的 现在是太特别的 看看它会不会去做好 我们再放细细一点来看 看看现在已经中了250R 它去到这个水平 究竟可不可以顶得住 最低做63.69 63.69亦都是之前这 之前这做的 在5月25号最低做到这个位 出现反弹 现在就看看它能否守到 守到上回到63.8 甚至乎爬回到64 可以跟它有类似的做法 我们继续向上看 现在的美汇叫做回调 接着我们去看看外币好吗 先看看 开个外币给大家看 先看看Dollar Can 昨天跟大家说了 它正确定中了 中了位 1.3047 出现一个回调 主要原因就是加拿大央行 预期是不改变 但它说了一些说话 就是取消宽松 取消收紧 收紧 即是变成了宽松 令Dollar Can 却下来 现在Dollar Can 在技术上它冲不穿 1.3050之后 它就多数在这里横行 暂时来说 我会觉得1.3050 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挨近的话 都是要Sell on top 除非它能穿 穿到我们可以向上看 好了 先看看U-lo 其他货币 先看看U-lo 现在的U-lo 很厉害 1.171 上到这个位置 究竟可不可以进一步向上 暂时来说 我又不可以完全说 这里为何会欠了一条线 我先画给大家看 Moveing Average 因为我都想加上二十天 给大家看一条二十天 因为以前在外汇 我很少看二十天 但最后发现 原来市场有人看 二十现在应该是未中的 但我们也可以短线去看 它是exactly 做了1.1724 亦都中了250个hour 看看在这里 可不可以出现逆转 即是等于美金 美金可不可以逆转 就是U-lo可不可以逆转 现在如果不再推去 晚上不再推去 有机会 这里是有机会形成的顶部 我们要观察 另外我们看了磅 磅怎么做呢 现在其实它不是很厉害 就是它抽到133 48 十天线都过不了 暂时来说 我认为英镑也是反复的 你说是否代表着可以回升呢 亦都是 你怎样可以这样走 看走势上未必是 现在未完成 今个星期未完成 暂时来说 我仍然都认为 磅仍然有机会sell on top 好了 去看看Dollar Yen 我们去看看Dollar Yen Dollar Yen现在正在做108 的88 主要原因大家清楚 股市做好 早前撒下来的 carry trade 握Yen 那些 我都跟大家说过 Yen未必穿到108 暂时来说是108至110 今天我在报章上 我都说 会有机会 会有机会 Dollar Yen 会有机会反弹的 暑假去日本旅行 要唱钱的 一点都不用心急 早前 111跟大家叫唱 去到现在 下到108 你没理由在这里唱 111你不唱 去到现在这样走势 它有权反弹 短线可以回到109 670这些位置 可以的 好了 澳柳加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节目 我认为澳柳加是相对强劲的 现在澳洲上到0.7582 其实它开始叫做减慢速度 上面的空间 早前我们看了这个早晨之星 说了很多次 弹到上去0.76 但现在其实上面的空间不是很多 去到0.7620 如果有长度的 其他美元跌了下来 我觉得澳洲可以停一停 可以看一看 吃一吃糊 看起来的Kiwi Kiwi也很厉害 但现在你看到Ulo这样扭上 Kiwi上面的空间未必很大 可能还会在低位徘徊 你说下来再上去行不行 可以这样做 但OK的 昨天做得很漂亮 昨天做得很漂亮 在低位回升 如果早前有听我说 不如去坐下纽西兰 那些纽西兰你喜欢吃糊就吃糊 现在我就不会去干涉 已经拋上来 我带你上了辆车 你去哪里下车 你自己决定 暂时来说 可能看走势0.69未必能穿回 看看可否再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上 好了 跟大家看看美股 好吗 其实昨天的美股已经不太跌了 我们看到现在的NASDAQ 即是我们正在做NQ 继续推上去做6997 其实整个走势上都很好的 你可以看到前天推到20低 没有再跌下去6893 现在开始慢慢推上来 究竟问题它可否扯上7014楼上 7014是什么呢 其实是三个礼拜前的高位 三个礼拜前的高位7013.5 如果破了它会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上 哇 纳指其实都是真的不错 做得非常之好 那我们去看看美股好吗 其他US30就是我们在说的YM 那YM是什么呢 现在缩上来24773 技术上是直接叫帥 看看它会否有机会再进一步推 我昨天也跟大家说 跌了下来 虽然它做反弹 但是你说是否改变了使用 不是 整个星期都还在跌下来 今个礼拜一美国放假 令到市场是没有的 今天是第三个交易日 对于美股来说 暂时来说你要扭上去 必须要将整个星期扭上去 今个星期可以2437个期货 你要扭上去 并且上穿25000点 这样就可以开上了 否则的话 我暂时 暂时我都对它来说 不可以说完全很大信心 可以见底回升 未得住 一定要扭上去 看看S&P S&P更容易数 因为有个叫2741的位置 三个星期前2741阻力 上个星期2741阻力 现在暂时都未高过2741 今个星期最高2731 现在推到上2726 都是那句 你要上破2741 破2741可以看高一点 暂时来说 我都未完全可以确认 它可以一次过上去 必须要破位 不破位是不行的 OK 好了 期货方面跟大家说完了 如果大家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CME的微信公众号 留意一下外汇期货 或者看看文章 看看数据 尤其是月底 看看人们如何预计下一个月会是如何 好了 回到港股的时间 好了 我们见到服港股 哇 今天很厉害 最后现货抽到30468 期货上到6月 转了 现在还在6月期 接近305 升到68多点 30497 完全是厉害 你见到 冲到上来 究竟可否进一步上升 暂时我认为它会感觉到差距 是否可以进一步上升 我们细心点去看 其实整个星期是跌下来的 但仍未逆转 我认为它不容易逆转 所以我相信现在只不过是反弹 除非你真真正正 在大势上扭回20周 20周是30898 这个价非常困难 只见到31000的非常困难 我就觉得不要因为 因为现在好像反弹上来 去追上场 你说是否很进取去向下的 不是 现在是反弹 说坏点 我和你说坏点 说坏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市场 基本上 到6月 会有机会 仍然都是一个Wing厨 我再贼幅一点给你 它又继续在收Wing厨 其实在过去一段日子 大Wing厨 然后慢慢收窄 变了这个Wing厨 然后慢慢收窄 现在就变了这个Wing厨 看它怎样发展 又不是三角形 又不是长方形 又不是梯形 究竟是什么形 是K形 我告诉你 它现在就是Wing厨 我觉得就看下面穿 其实上面 如果你要真真正正要升 要上316 它要做出来的 316、319 其实整个整体上 恒生指数 都是叫做反复的 但是我轻微叫偏淡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第一成交不够 第二香港会有机会加息 6月13日 美国就会加息 加息之后 香港究竟跟不跟呢 还有如果大家看过我的文章 我有解释过香港 如果一直都不加息 作为一个 就是透色的会怎样做呢 我有解释过的 一定是沽棋子的 一定是沽棋子 然后就在那里吐棋 你就加息 加息不要紧的 我吐棋那里输 但是我棋子赚钱 我有解释过这个原因 更何况看在图表上面 我们看到其实整三个星期 都是一枝阴烛 虽然今天推上来 但是这个星期还没完 明天还有一天交易日 才完成这个星期 今天弹上来 你说到它多好 今天的期货升到633点 怎样都好 你爬得上10天线吗 还没有 爬得上20天线吗 还没有 全部都还没有 仍然都是属于反弹 除非你明天有本事 帮我一次过爆上去 站好 甚至乎你未来出现一个 现在属于反弹 不可以属于升势 我只可以这样说 接着看角子好吗 跟大家看一下角子 角子都弹了上去 做回补裂口 做回最高11998 你说是否很厉害呢 又不是 今个星期开12047 你都扭不了整个星期 仍然都是在低位 撞到底 弹上去 但是是否升呢 我们未可以叫做升 只不过是一个反弹 最后和大家看看阿爷 然后再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看看阿爷 我们看到阿爷 看到阿爷 先看看 为什么没有保存 我们去看看阿爷 昨天推到3041 你可以看到3041 也是4月18号最低位 也是3041 你可以看到最简单的一件事 完全是拍戏 拍戏 最高 他做了3220 最低他锁住在3041 你说是什么呢 根本就像你自己把握手 基本上就是一个winter 正在横行 现在补裂口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明天就MSCI入魔 看看会不会有一次验发 令到他爆上去 但是可不可以延续呢 还是现在爆了呢 我们是要明天才看的 明天正式踏入6月 看看有很多股票最后都涨得很厉害 看看是否可以进一步向上 现在阿爷就是这样的 OK 还有我们再看周线 阿爷的周线是怎样的呢 其实过去两星期都是跌的 我有说过 这个是专头活脚 无论如何 除非今个星期 一缩 缩回到10个周 除非你做到这样的样子 否则的话 它是随时跌下来 我不管你是什么 除非你变成升 或者是很小 否则的话 都未逆转到那个跌势 未完全逆转 你只可以说过去一段日子 只不过是一个大跌势 你说MSI进来会不会是大升 它先大升 先破跌势 破不了的话 只不过是反复 OK 好了 那跟大家回答一下股票问题 开出来 今天700是怎样呢 在低位做一些支持 暂时都是要看的 看看明天会是怎样 因为有些 明天也有20几亿会买7000 看看明天会不会 让它上升 不过如果我们纯粹看走势上 过去那三个星期仍然是弱的 今个星期开始406 做到395这个低位 其实它不算跌得多 恒生指数曾经下跌过3万点 但它也不算跌得多 它仍然站在这 700看看 还有大家清楚 有很多在基本面上 有很多扶评 国家都说了很多 关于游戏机 影响小朋友 看看对700后市是什么影响 今天不可以完全作准 不过在技术面上仍然是偏淡 轻微的反弹 我们只不过可以看到现在是这样看 好的 先回答问题 用这边回答 我们看看宗教控股 宗教控股今天都行得漂亮 整体是爬了一些上来的 站在10天线 保持住 看看能否进一步向上 可以的 暂时都可以继续看 然后2899好吗 算吸引吗 之前4元 之前上到4元 上到4元 那又怎样 它没有势 今天都不算漂亮 你要刨上去 还是挂着这只紫金 不要挂了 天天问我 好吗 你看到它 放弃 还用紫金 买实金 看走势上 还有机会走低一点 上过4元 也是这样说 我可以说 它曾经在2元 那怎样 你现在看走势上 上面仍然是偏淡 不要看得太好 股票就是这样 股票说什么都没用 多便宜都没用 完全没势 看看2382 顺月光学 今天站住在这 没什么上落 158.8开 159.6 轻微站稳了一点 看回周线2382 都算是OK的 看看明天怎么走 似乎可以顶到 似乎可以顶到 但可否进一步向上 这是后话 388 其实是非常弱的 388 我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后市 今天收253.8 其实我早前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的节目 或者follow我的节目 陶表战斗员也好 殊不简单也好 无论如何 什么都好 你看到 我有说过 它不能穿258 穿了258 它会有机会进一步下跌 去252 它完成了 252 跌到250 现在收回253.8 技术上 它仍然是偏淡 偏淡 弱的 它的势都是弱的 连续三个星期都跌了下来 现在 如果你说可以见底回升 暂时我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回答你 它仍然都未可以 足够有动力 继续向上 看看27 银河其实叫反复 今天在低位上去 前天有一个高位下来 其实说到底 过去一段日子 自从4月20日开始 当时最高做到71.3 其实在71.3 暂时下跌下跌下来 最低是67元 它只不过在3元 不断波动 就算看周线 是一样的 你看到这么多星期 其实是没有什么心跳 还行 还行 我觉得 不如等它先上去 破位再上去再追买 你说它是不是很差 不是很差 不过它没有上升动力 看看6030 没有看过 中信证券 又弹一棍 它又跌下去 昨天跌下去 18.84之后 今天开了再弹一棍 但是这棍 会有机会就像这些 变成还行 它就多数会变了区间 你说真的要突破 20元流上 似乎未必可以 上上落下 如果明天再开开上去 你挨近20元 你就看清楚 你可以早前20.02元 20.02元 去到这些位置会有阻力 看看它能否再冲得穿 冲得穿就好 冲不穿 暂时来说 当它区间那样走 1475 日清合味道杯面 继续努力 不过这支棍为什么这样 今天开5.11 收回507 又好像摸了顶 5.3 看看是否5.3 你要去确认高位是否出现了5.3 要看明天怎么开 如果明天押到4.93 留下在5元 保持在5元下面 变成了很大机会 它撞了高位 但整体上都可以的 整体上都可以的 只不过 比较高一点 看看2319 2319 昨天都说漂亮 一直都在漂亮 梦牛也做得漂亮 会不会因为世界杯 它好像做赞助商 稍后你们先去买魏sir 你见到 梦牛继续 今个星期托得很漂亮 26元上来 上到最高29元 现在还在28.5元 整个走势上仍然保持着英俊 世界杯不是可可乐 原来是梦牛 一路踢球一路喝奶 难道不通 看看1093 石若集团 石若现在最高 今天这支棍一般 最高24.9元 似乎在这里守住了 动力就不足够 给它多一点时间 如果它不足够力 它就会变横行 但它始终升得多 今个星期暂时都不叫帥 麻烦 想它好 上去25.5元 就可以了 不要逆转州 州要继续出阳筑 还可以看上 如果不能上阳筑就不漂亮了 我们看看 1.257 中国江大绿色环保 保持着 踢着高位 8.89元是最高 早前的高位 8.95元 现在暂时来看看 可否进一步上升 现在走势上都可以 我们想它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就好了 继续 9.56 9.56 9.56新天绿色能源 跌完后反弹 不过似乎 那个动力就不太够了 现在暂时来说 我只可以说它是反弹 麻烦你再出力一点 上个星期其实很差 上个星期是一支垂头来的 你要真的扭转它 短时间内想穿2.96元 想不穿2.96元 仍然还有一个隐忧 高位已经出现了 任何时可以爬一下 又没有了 因为高位很实 那个高位很实 一定要上破 不上破 在图表上 是代表着高位出现了 上个星期是一支很明显的垂头来的 1044今天爆了上去 看看可不可以保持再延续 现在这棍也算是好的 在这段短时间内 在5月4日一直都在爬上来 恒安国际 看看它可不可以再进一步 早前我都认为它 会不会去到73元做到阻力 它这个星期一开73元再继续 如果再继续 画幅图给大家看 这幅不要懒 这幅可以给你看看 1044 给你看看1044 为何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幅图 因为看到我就一定要画给你们看 我们拖一些阻力线出来 就需要找回 因为看到 看到我就画给你们看 如果它继续保持 这个是一个日线来的 如果它继续保持 现在看走势上面 我们还可以继续去 大阻力没有的 不如继续hold 看看它会不会 今天做得漂亮 看看它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向上 我们看过去的几个星期 都还可以的 还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再进一步高一点 不是很差的 不过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不是很差的 幅图不是很差的 OK 好了 我们回答Facebook的问题 Christina 你在等我了 Amber 先回答你 2.186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六页制约 今天一星期 叫一般 跌到来 10个月 昨天做了凹钉 最低位 最低做8.41 然后逆转 但是今天不follow 才慘 暂时来说 你都要观望一下 最厉害的 就是 力度不足 最厉害的反弹 我们可能会见到 9.11 是这么多 你说要再看很远的 看不到 暂时 它始终跌了 反弹力度不足够 看看1.177 一路都看这帅 我都是那句 不要管 任何一样东西 现在有1.177 只有18.5是你的指示 任何一天都不应该穿18.5 穿18.5 撤退 是这么多 你做任何本 都是基于18.5来做 看看2.822 今天阿爺 彈了上去 2.822 是不是很帅 彈上去 这个recover力 最高14.8 破10天 收回14.8 即是在10天以下 技术上 暂时来说 好像恒申指数 好像国指 亦都好像阿爺 暂时我们可以判断是反弹 不可以再追买 不要因为它这下上去而追买 因为只可以算是反弹 北京首都机场是怎样呢 今天做得好 今天站好 不过这只股票不是很适合 最近 其实它很慢 你说今天星期做得好 好吗 好 不过我要破上星期的高位更加好 11.86 麻烦你破了它 因为你可以看到 4月13日的星期 最高11.78 接着11.78 11.86 必须要破这些位置 站在上面 就更加漂亮 更加好 走得更加帅 268 9.6 要沽吗 今天这只金碟 好了 整个周线觉得不漂亮 仍然都跌下来 暂时来说 守得住20天 你看清楚 如果穿上昨天的低位 昨天的低位在做8.46 如果是8.46 如果是8.46 失手的话 你会有机会 你会有机会去挑战 这个8元这个水平 我会建议 如果要做的话 或者拿住的话 你就应该用8元作为你一个止蝕位 看完8.80 奥博当然是英俊 继续向上 如果你问我 会怎样 那当然是继续持续 我每天都叫你 你问我 还走得好 走得好 前天出支不漂亮 但昨天咬腰 破你的顶 代表这一棍被你搞定 再咬腰上 既然是这样 继续持续持续 他不出现 他不赶你走 他不赶你走 OK 接着继续 9.21 阿凤怡 王凤怡 我们去看看海信科龙 你看到海信科龙在做反弹 周线反弹 但上面的阻力就很大 你也看到 是50天 是否50天 不是 这个是100天 9.28 就有阻力 今天最高9.22 要破位 看看周线 上面都封顶 上面都封顶 上面空间不太大 看看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向上 OK 好了 先看看950 我看到 Christina 问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一只 Christina 我很多问题要回答 不只是回答你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李氏大逆场 李氏大逆场 个势都做得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上 暂时来说 接着1038 1038 1038是什么 长江基建 目前暂时来说是反复 反复偏远 还未可以做到一个上升的势 还未可以逆转 不要住 虽然它有息收 但是暂时不要住 九龙子业 今天要站稳 但是都是偏远 暂时来说 你不可以继续向上 暂时的力度都不算特别很好 Alice 你好 接着回答921 最下一个 921 看起来 海信科郎 对 Christina 没有了 答完了 OK 还有一个 Miu 308 最后一个 然后就完 308 中国重器 这支棍为什么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是退路 今个星期都做得不好 多一点位置 上星期 10.092 真的不要穿 明天如果再穿 表示了 高位 它会有机会回落 是这么多 小心点 好了 大家不要走开 待会轮到魏sir 魏sir和你们去谈谈股票 有问题就留给魏sir 不要问我 Christina不要走 问魏sir 以上股票我没有存入 以上股票我没有存入 多谢大家 拜拜